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就得开始追这个剧了 对 我其实长大之后再重头翻回去看 你基本上世奇的所有的剧集你都看过对吧 对对对 几乎是99%吧 每次初心的都会追着找人家要资源 那这里边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那几个故事 有 会反复看 现在不用仔细去想 就是你现在直接说到世奇 你想到是哪几个故事 有没有 完了 你可以说今天的吗 对 你就现在记着哪个是哪个 那就是最新的一个15秒之后就死 就这个故事是不是 我也想说这个故事 我觉得今年的春季篇 我觉得它这个故事不多 就四个 但是这几个故事 我觉得都有特别浓的那个世奇的味 是吧 有那种反转 有那种幻想的那种成分 有很多 然后篇幅不是很长的情况下 但是把每个故事都尽量讲得特别的饱满 对 因为前上一集 其实咱们没做 对 应该咱们没做 然后再往前几篇 其实咱们聊过就感觉有点 去年咱做过吗 做过 忘了 没印象 反正那集咱们没做 反正我记得咱们去年跟前年的 好像咱们看完之后都没有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去年的秋季篇还不错 一会儿还有空的话会讲讲 但是全秋季篇等于是 估计是到咱们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才看 咱们做节目的时候 其实确实像你说的前几集 就是再往前的前几集 感觉有点 没什么印象 对 可能咱们当时看完之后 当时还能聊聊 但可能再过两三天 就完全把事忘了 就是士奇的味儿有点 以前士奇的味儿有点弱 今年至少头一个故事 我觉得还特别像士奇干的了 对 第一跟第二个 我觉得都特别有士奇的那种本色 对 你想起来了没有 想起来了 想起来头俩 难得不是 你那个最喜欢的士奇哪些故事 还是没想起来 你就少看那些烂七八糟网站 我今儿刚看一大哥说 网上说的 就不要老看那些烂七八糟的 那个什么噼里啪啦这些网 你就是老看对身体不好 为什么 影响记忆力 一共有八条 第一条影响记忆力 女生看噼里啪啦也 也影响记忆力 第一条就是影响记忆力 第二条大哥就忘了 你说出来 行吧 忘了就忘了吧 你就光记着今年的了 最简单的几个关键词 你来概括这个剧有吗 关键词 那只能概括今年的 我这记忆力跟金鱼一样 也就只能没吃七名 来说 今年呢因为主题是关于死亡 所以这四个故事 我总结了一下 第一个就是 那个临死前 第二个是去世后 第三个是不知死活 第四个是没活明白 别慌了 对 我说第四个可能跟咱们有关系吧 咱可能没活明白呢 是吧 他经常去谈生死 这个剧 对 经常谈生死 对吧 不止一次去谈人死后会怎么样 他在这个方面的幻想成分比较多 我觉得日本的特色吧 因为日本就是对于死的这个概念还挺清奇的 而且他比较看重死之前是人是怎么死 这个过程 对对对 有一定的推理的这个东西在里边 其实你发现士奇很多故事 他都有推理成分 有一定悬疑成分 这人怎么死的 怎么活过来的 他里边他确实有这个 他在这块 他有一定的这种 推倒的一个逻辑在里边 思考的比较多 然后今年的这个 而且今年这四个故事 没有特别让你觉得 什么意思 好看不明白的也没有 都还喜欢 还是比较友好的这剧情上 这里边第一个跟第二个 我还挺喜欢 我看完之后 觉得有士奇那个味 对吧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一二四都挺好 第三个是什么 你也就七秒前面了 你这还开着视频呢 第三个 第三个主要是我们看过太多的好莱坞类似的 就是这个死后用他的记忆去破案 这个而且前一段还有一个日本动画片吧 就是讲类似的这个 看过吗 也不记得了 你不是二次元节目吗 哪个动画片 就前几年有一个 就人都能胳膊断着 什么楼都是飘在空中 大家去击一击 举人 你记得举人 就算了吧 异度入侵好像是叫 对对对 是叫那个名字 那也特别好 给大家推荐一下 对就那个其实就是类似 所以那个 那个第三个故事的设定 就比较常见 然后但是另外两个故事 就是另外这个 第一个故事是设定不常见 第二个故事是设定 其实用过 其实这个设定是用过的 用过 就是虫子那个 对对对 以前咱们还做过 对对对 咱们还做过 蝉是个蝉 对我记得 12年 2012年 对吧 就是和公园聊过的 你都记了 你以前你光听 黑白公园了 我其实一集都没看过 其实他那个设定 以前用过 但这回换了一个角度去拍 但是我跟你说 也挺好玩 就是听咱们这个节目 跟大家去聊 这个世奇的故事 其实听过的朋友 可以去跟外边人吹 我从小看的 对啊 我们也经常在节目里边 用这样的词汇 说我从小时候看这集的 我小时候留的特别深意 现场有个案例 听咱就可以直接把这照搬 其实我都是我们刚看的 对对 然后那个最后一个故事 我觉得有点那个 再老点的世奇 那种无厘头 但又有点内容的那个劲 就是特别怪 我觉得比较好玩 第一集 我看你今天本上记了 可很多内容 是不是 有没有就是别 录完节目就说 都没说到的 真的 没有 我努力 第一集 有意思 但其实第一集 我刚开始看的时候 觉得特傻 特傻貌 是吧 第一集特别抓 他们演的 就是一个医生 一个女医生 她突然在自己的办公室 里面重大了 然后这故事紧接着 就开始出现一个 黑白无常似的 一个日本鬼 说你啊 现在死了 死了 然后呢 你马上要跟我走 结果发现 不对 有误差 早来了15秒 就在她这个 弥留之际的15秒里边 她跟这个医生 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是吧 对 其实第一个这个故事 是一个改编的 她原来原作是推理小说家 神林明的一个短篇小说 所以其实能看出来 她里头有一些推理的 推理很强 对 然后刚才那个 艾文也说过 就是其实 就是这死神还挺好玩的 我觉得这个剧情里 就是性格特别顽劣 但是她这个装束画的 就很浮夸 我一开始我觉得 我看今年这又玩了 特别不像一个正经死神 我觉得今年这世奇 怎么只能通过这种 低略的半相来去应付剧情 对 然后还带了一精灵耳朵 对 特别挑戏 但是接下来的故事 她要阐述的这个内容 我觉得很吸引人 然后再提一句 因为这个女主角 是那个极赖美之子 看过昼炎吗 她在里面演了一个 不看那些 特别厉害的 不看那些特别烂七八糟的 那种就是 闹鬼片 不是不是 就是宣传大家可以 没宣传 最后 就是婚后干点别的事 那还洗牌了呢 最后人家反思了 反思了 一个反思条 这也是一个知名女演员 是吧 对还挺知名的 因为我觉得身材比较好 然后长得也挺好看的 刚才说到了 就是讲她最后这15秒钟 怎么能够利用 自己生命最后一刻 然后完成自己的一个 复仇大计 还是挺错综复杂的 我觉得这里边 其实留给观众的这个悬念 就在于是谁开的枪 谁从背后打死他 然后打死之后 留下这15秒 其实这个医生也说了 说我要复仇 我一定要知道 是谁对我开的枪 对还要保仇 15秒钟 我完全可以扭头看 结果就发现一扭头 这人还是他认识的人 是他病人的家属吗 不用再多说什么了 这是一闹吗 对对对 就是是他的病人 是他病人的家属 对病人的家属吗 一闹 这一场一闹 就是看日本一闹 都不是上刀 直接上枪 还是打拘 这个问题 我觉得看来 就是在很多国家 都有发生 都有发生 结果那个死神在旁边 也是有点 我觉得一开始 想看他的笑话 就是说你看见了吧 看见之后 那你能怎样呢 结果这医生呢 就是也不认怂 其实他是接下来 做了一些 我觉得很有机智的 一些操作 对其实当时他知道 是谁开的枪 已经用了两秒了 多宝贵啊 一共就15秒 然后剩下的13秒呢 他干了这么几件大事 我还挺认真分析了一下 还跟家属研究了一下 到底能不能实现 他第一步 先往地上 泼了石灰粉 那是石灰粉吗 就白色粉末 反正是粉装物 反正他感觉呢 就是如果这个凶手 直接进来 因为他穿的是马丁鞋 然后直接进来 就留下脚印 所以他肯定不能直接进来 又耽误了10秒钟 然后第二步呢 他用马克笔在桌上 写了这个凶手的名字 就还好这凶手名字简单 三笔写了他的信 然后特别快 然后但是这个 这个名字写的非常大 很明显 死神当时也问他呢 你说你写这么明显 这不是很快就能 被凶手发现呢 给你掩盖上了 然后这医生说 还真是 但是我目的就是在此 我这后面呢 因为还有连环招呢 就因为他这些对话 都不走时间 就那个 对 连人说一点的对话 都不走时间 就是死神说的 你说开始 然后咱们就开始 你说停 咱们就中间是带暂停的 把最后这15秒的 这个支配权留给他 对 你可以暂停 然后半截就定在那 而且还说就是 你可能特别疼 我给你开个后门 你可以忍住这个疼 干这些事 所以他跟死神俩人聊天 都是在时间静止的状态下 时间静止 这也是日本一个大系列 主要是 给你乐什么 没有 我觉得这个 可能是满足死神的 对对对 自己的恶趣味 就必须要解说清楚了 对对对 这咱们也说一下 待会别让大家觉得 这15秒怎么还进落壳 所以落壳的时间都不算 对对对 然后这个女医生 一旦开始 她就开始操作这些事 刚才说了两步 第三步呢 她打碎了桌子上的花瓶 然后把它散落在桌子上 然后用这些破碎的鲜花 盖住了刚才写的那个名字 是 然后第四步呢 就把之前用过的马克笔 扔走了 扔的特别远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凶手 发现了这个文字 他想用新的笔 再往上填充的话 警察肯定能看出来 不是一个笔记 想的挺多的 就结果这15秒 那真有科难啊 没少看 跟你说看那些 什么噼里啪啦的站 还是有用的 然后第五步 用粘 这步非常关键啊 用两只粘水的鲜花 插在了桌子上的插座口 为什么呢 为了导电 因为桌上有水 他又踢 踢倒了一个水桶 再加上桌上这个插了电的鲜花 造成了100伏的电视插 不展开了啊 展开因为我也不太懂 反正就形成了一个电路的循环 家属没跟你讲讲 家属讲了我也没听懂 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你摸电门是死不了的 大家不要摸啊 电残了不负责啊 盖也不负责 就是说 就是你自己去摸电门 不一定能电死它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脚底也可能绝缘 就垫泥跟头 所以他必须得让脚底下 得也能过电 说水 他通过水 然后形成这么一个电视插 所以他桌子上有水 地上也有水 这个女医生 对这过程中 这女医生还嘲笑了死神 说你就不是一个理科死神 家属也嘲笑了 说呀日本人拍这种片子 解释的真详细啊 对因为死神纳闷 说你干这些干嘛呀 这什么意思 电还电不死吗 解释你就不是理科死神 我们这理科医生 我们懂这有电视插 还进入下水道 这水怎么怎么着 特复杂 反正通过10秒钟的时间吧 整个10秒钟的时间 然后做了整个这个局 然后这女医生呢 其实就是想反杀 对就带走一命换孕 我觉得这个确实挺 也挺狠的 挺狠的 这个姐姐挺狠 智商全程特别在线 对 这时候死神其实就发现蹊跷了 就有点纳闷 说那你医患你来闹 你是一个药剂师 他其实就是一开药的 他怎么不找别人 然后这个女医生才又走马灯 在想起来之前的事 对这行咱们这个药剂师 可能在咱们这个一般去医院 可能体会不到 我觉得就是门口发药的 对他们不出门 对对对 就是像咱们医院一般去医院医生那开药 然后医生给你开完药 然后就去这个 现在花价跟交费都是一块了 然后是交完费 得去另一个口取药 其实人家那个拿药 还是两个窗口 对对对 好熟啊 拿药 对我天天跑医院 我现在医院达人 拿药那个 现在那个医院都特高科技 就是那个不是排队 不是排队 上头有一个显示器 显示你名字 显示你名字了 你才去那个窗口排队 其实就是这个配药 也得是专业的人士 不是说的 在那配药 就故意临时工就能配 这万一给拿错了药 吃吃下去 可能事就大了 所以这配药的人 当然这个这个药 何人都印着呢 当然人配药也很专业 就是他是这么一个医生 当然好在日本 这个他们好多都是一种私人医生 就是去家里看病 小诊所去家里看病 所以他们这个负责拿药的 这药剂师 得把药给送到人家里去 没有窗口 也没有那个搭牌的写名 不用排队 所以这女药剂师就发现 这个患者 偷了他自己的安眠药 然后跟自己本身的 一个神经性质的 病症的药替换了 他在他们 他在这个患者家里 发现以后呢 就赶紧给他 那个换回来 就在操作过程中 这患者的女儿回来了 就发现他 好像在捣过什么 但是他还撒个谎 说我这落东西了 我这不好意思啊 我这私自进你们家 不是日本人心这么大吗 这个挺奇怪的 我现在有点 睁眼就说家话 真的 这日本人心这么大 家里随便来一人 对不起啊 我来你们 就自己擅自来你家了 我说我忘了拿东西 就是这块看着 跟死神说话 是呢 然后还给人展示一下 我拿着了 兜了一缸笔 不知道是不是人本地的风俗啊 咱们咱不懂 反而是这么说的 对 然后其实就是 因为这一幕 让患者的女儿 觉得他可能在捣过什么 因为紧接着 这个患者当天就服农药自杀了 这患者 是这个杀人的是患者的女儿 就拿枪来打医生 那是患者的女儿 对 这个患者当天 在这个药剂师捣过完药之后 自杀了 对 那确实啊 我白天看见你进我家捣过药 我怕看见一个药剂师来我家捣鼓药 当天晚上 我母亲就这个吐白沫死了 我肯定判断你是杀人犯啊 没错 也不报警 也不相信日本的警察 自己就开始要执行私刑 对 所以就是误会吗 你说这医生好端端的 你说为什么你说拿人家的东西 为什么说我辣东西在这 你不能现场解释吗 其实这医生啊 就是怕单责 单什么责 单自己没有保管好 自己要我 这个职责 可能是怕患者投诉的 也是 这女医生跑人家里 跟人家老科喝茶 然后那搁着一堆药的包 搁在门口 那个大娘过去 直接就把药拿走了 这确实这医生 有点太 不仔细 对 所以这 女药剂师想到这一点呢 然后也觉得 哎呀 这个退一万步来讲 虽然我有点对不起他们 但是他也不能直接杀我呀 所以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他把刚才插进去 那两只插花 插在那插电插座里 他拔出来一只 这是我能做的唯一的人赐了 我还是要教训他一下 这是我退步的 我就垫不死你 这我也可以理解 你都弄死我了 我还不垫你一下 但他其实还是留了一个活扣吧 算是 他留了一些线索 对 对 然后就是等于说听天由命了嘛 我这电力减半了 然后可能会垫你一下 但是不是能垫得死你呢 那就看你的运了 你的运势了 对 结果他就想 我既然如果带不走你 那我必须得给警察留下证据 然后他就换了一根笔 刚要在另外一个地方留下其他线索的时候 然后没想到从后背又中了一枪 这事也非常蹊跷 然后死人还跟他解释呢 就是那你光顾注意自己时间的流淌了 你没看到凶手那边这十秒钟干嘛了 凶手换了一点拘捏 对 凶手其实是发现他回头看见了自己的脸 然后怕他没死 然后又从另外一个方向又开了一枪 对 这凶手这小姑娘也挺神的 特别厉害 他现在是不是后悔拔那根那个花了 我操 但也来不及了 我刚要给你留条活路 只要你又跟我来一枪 其实是这样 其实是这样 就这个药剂师吧 他确实就是跟死神对话之后 他发现呢 这个确实是自己啊 为了自己的声誉也好 为了不被医院纠责追责也好 为了减轻自己的一些这个 减少自己的小麻烦 但是导致了这一家出了这么一个大事 他为什么这这么说呢 因为他不光是发现了这个药 被这个老这个阿姨给换了 还发现了一封遗书 是这阿姨写的遗书 而且遗书写的剧恐怖 当然这个事这个确实是一个日本的日本的剧 我觉得这些脑回路只能是日本人理解 我们理解起来比较费劲的 因为这个脑回路里怎么写呢 这个阿姨说呢 说我特别爱我的女儿 我现在得这个病 我女儿天天照顾我 然后我特别心疼 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我去死 但是呢我死了呢 就把女儿一个人留在世界上了 女儿多可怜啊 所以我跟她一起死 所以我就 特别不能理解 我就换了好多好多安眠药 我要把我女儿先弄死 我再死 这个脑回路非常清奇的 这个那个 当然我跟一些去日本留学的朋友聊过 他们说这种事好像在日本 确实也是有发生 经常是家里边杀 说他们上街都特客气 然后在家里边杀丈夫 杀媳妇 杀儿子杀女儿 什么的 就很神奇 说这个确实可能是他们的脑回路了 所以这个医生看到这个 他把这封信给拿走了 其实按道理说 你应该去跟人家这个小姑娘说 说你妈妈要自杀 还要带你走 你应该怎么处理 就是因为我把安眠药拿走了 你妈可能还有其他的自杀方法 对吧 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么操作 但是呢 他现在是怕 我这事现在要说出来怎么办 他还把人这遗书也给拿走了 他把人遗书也给拿走了 他怕这事我说出来 影响我前途了 可能是老太太死不了 过两天再去看看吧 结果当天就死了 所以其实他到这会儿 已经有点良心发现了 他发现自己 为了自己的一些小利益 在忽视人类的生命 他在忽视生命 然后他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 在最后 其实他拿着笔 确实也想把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凶手的名字写下来 因为他知道这尖叫什么吗 其实另外一点是什么 他不是把那一 他妈的遗书拿回来了吗 正好也散落在地上呢 他其实另一方面 是在扑向那个遗书 此为他在最后的 0点这个 0.6秒的 0.61秒的时候 他 其实他应该写名字 已经写不过来了 但是他确实做的 最后一个反应 是去用他的 没拿而比的那只手 去抓 去抓了那个遗书 就抓在了手里 抓在了手里 这样就导致 这个小姑娘进来之后 是能够看到这个 就是遗书的 这个这个这个 就警察进来什么的 也都能知道有遗书 所以这个遗书 就会被当成一个证据 给到这个小女孩看 所以这个小女孩 这个确实是如他所料 这个这个 又是一个非常 就是艾文上次就质疑 他们进屋非换鞋这个事 小女孩可配合了 地上有面粉 你蹦过去也行 你过去给蹚了也行 不仅找着一双拖鞋 必要换鞋 必要换鞋 所以有时候 换鞋大过天 对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不说什么素数高低 我觉得有时候 他们可能已经 已经是这个 被给训练的是 这个条件反射了 收垃圾换鞋 这是他们必须干的事 这个换鞋 杀完人了 现场进去还换鞋 所以就导致他的时间 保安都要来了 对保安都要来了 还换拖鞋呢 他那是马丁靴 不可以留下鞋院 蹚了就完了 或者蹦过去 你想点别的招 不解 换拖鞋 换完拖鞋之后 跑进去 然后就真的是 像那个女的想的似的 摸了电门 点一大跟头 电晕了 然后这个保安进来 就把他给勤获了 然后这个 但是他后来 也是看到了 那个医书 他才知道自己 其实杀错了 因为从某种角度上讲 这个医生 是救了他一命 因为没有这个医生去他家敲摸换药的话 他可能已经被他妈给堵死了 对 他是这么理解的 反正他是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的 但是当时医生可能没有这么想 失手救了一个人 失手救了一个人 这个算是一个悲剧吧 算是悲剧 挺悲剧的 他们就是这个 一闹也挺严重 而且我感觉他这个剧情在以往是期的很多故事里边都有 就是这些可能死的人吧 都是死在一些特别离奇的一些小事件上 而且你都感觉这些 这些人就像你一样 他可能就是个普通的上班族啊 或者说是怎么样一个人 他就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差错 比如什么跌倒啊 或者这种就死了 我觉得这个视角 反正我不记得之前有哪个故事是这种 去这种设定了 你感觉好像是这种平凡人的一天 然后他遭遇的死亡了 这事其实 生命也有生命的脆弱 这种事有时候会给你一种冲击 说这事好像自己 也好像每天在跟这种 这种死亡事件在擦身而过的感觉 活这么大都不容易 但是他这设定比较有意思 什么靠最后15秒 然后这15秒里边的戏太多了 先要看凶手是谁 然后要查明动机 然后开始报仇 然后突然报完仇 然后又开始就是设定完报仇方案 又良心发现 又把报仇的手段减弱 然后最后还要去通知 这个这个又要通知警察 又要通知这个这个这个杀手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你觉得是不是挺冤的 这个医生 所以后来死神帮他了吗 死神黑白无常 最后实际帮他了 因为警察去的时候 警察进去的时候那什么 那个小姑娘逃跑了 我记得是 小姑娘是拿着那封信逃跑了 他以为那信上边 是那个这医生留的这个这个信号呢 这个他带着信跑了 回家一看是这么回事 那他不就医生 这个不能让医生白死啊 但是医生最后的选择 不是是抓那个遗书 抓他妈妈的遗书 没留下名字吗 但是死神就帮人把名字给写上了 我觉得死神 因为觉得他15秒干太多事了 特别佩服他 有没有觉得死神有点越界了 对最后是越界 我觉得他就是玩 他就是玩 他一开始都跟他说了 我不能破坏这个规则 我不能告诉你凶手是谁 我也觉得是 我觉得最后死神写名这一部 感觉这故事编的不够完整 我觉得死神什么都能干 死神就是玩 死神开始都说了 说你最好别弄死他 要不然我一次带俩 我这工作 我加班了 对你这加班不知道 而且就是我一趟带我俩 我出来两趟 我弄两次拆旅费 我觉得这个 我两趟不住是吧 他最后这么弄 让我觉得如果没有那一部 我觉得都很完美 那也得知道凶手 还是得知道凶手 死神这个角色设计的还挺有意思的 一开始就是 就感觉是一个玩忽死地 就是一小顽童 然后上来还说呢 什么 哎呀万万没想到 你居然还有15秒可以活 恭喜你 特别强 但是他把这个角色搞得像小龙人 特别浮夸那个外形 这种外形好像在世纪里边出现的也不多 太傻了 闪眼傻傻傻的 但是这个故事还挺精彩的 主要是这个翻转挺多 而且是这个推理这部分 其实有点闪剑侠 什么快银那种感觉 等短15秒 干了很多事 不过就是日本挺有意思的是 他们对于好多他们的艺术形象里边 对于死神的描绘 一般都不是特别恐怖 都是嬉皮笑脸 然后嘚嘚嘚嘚的 然后那个要不然就改成大买卖 开心的送你一程 对吧 因为我那会看有一个那个 我特喜欢看那叫鬼灯的冷册 是不是要这名吧 没发音错吧 就是阎王阎闻 那帮阎王阎闻就在 嬉皮笑脸 没点正经事 对吧 他们老这么弄 可能因为死亡本身 这个话题比较严肃 对 那咱们就来到 就严肃的第二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我觉得 阎王爷该买卖了 还挺有那个味的 挺士奇的那个味 又反转 这里 是吧 其实就讲了一个社会青年 是吧 哪都挺好 但是他在这个故事里边 设定的就是 眼神非常凌厉 眼睛比较大 比较有神 比较有神 就看谁都觉得 对方觉得在跟自己照眼 对 你瞅啥 你瞅啥 瞅你咋地 这种 老师你瞅啥 其实是一个 很很普通的一个 普通人 男青年 就是眼睛看着有点凶 其实咱们看着不凶 它里边设定 说是凶 咱们一般看都觉得 人家长挺帅的 双眼睛大眼皮 双眼皮大眼皮 真的 你瞅人家了 我没有 也很无辜 我觉得我确实是很无辜 就是这事给我印象还挺深的 就是我上小学跟跟后来上中学 是都有老师说过 说你瞅 邓老师 所以后来你戴了一个眼镜 就为挡这个目光 那时候戴隐形 但是我觉得这个男主角 就是他看面 就面很善啊 就跟他本身的经历 就不是特别吻合 但是你看他就也打工 什么便利店打工 然后游戏厅打工 都被什么客人投诉 被老板 他就是这么个设定 你不能看明星脸 所以你也找一个眼神 他就这么一个青年 他也是 就讲他之后死 死之后的事 反正一上了就算他死了吧 一上了就死了 虽然前头有些小桥段 回头可以再讲 这个结尾是再接他 但是从咱们这讲 就是一上了他就死了 一揣兜 一摸兜 兜里只有六文钱 我先说一下 这个是一个日本的风俗 日本就是他们管 那叫三什么 三图川 三图川 说人死了之后啊 都得过三图川 黄泉嘛 对就是这个名河 黄泉名河 然后更详细点说 还怎么夺一婆 什么刮什么悬一翁什么的 然后这个抢你衣服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关键是什么的 说你要是掉这名河里头啊 你就完蛋了 你就永世不得超生 你想进佛祖六道轮回呢 你就是得花钱 到阎王这你得花钱 所以一般以前讲 就是说花六文钱就可以 所以好多那会儿 日本武士给脑袋上 弄六个那个大铜钱 别头上 他们谁家那灰不就是六吗 那个真田嘛 真田嘛 誓死如归 就是我带着这六文钱上战场 死在战场上 我有钱 但你不解释 但是不解释的话 感觉特别幽浮 人家都特别酷 是吧 人家那都各种形状 各种有讲究 您得哪里上 六个钱 六个钱 您得多还猜 不是 誓死如归 我死在战场 不用收尸 我带着这六文钱 死了就能过明河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个说这个 这个明界 其实已经也这个改革开放了 这个不再 不再是简单的 六文钱了 对吧 到这块一看 人都有搭着好多钱的 而且也不是这个普通的过船了 对吧 我们也知道一般在机场啊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码头啊 都有大的烧瓶帽 对 有奥特莱斯 对 可能打折呢 他们这也改了 对 就是他醒来以后 就发现有一个 就是跟导游似的 跟他说欢迎来到三途川购物中心 但是他这个购物中心旁边 还有一个就是抽签的地儿 对 他是 我看那时候 他到底是先抽签 还是先抽签 然后再决定 要不要去购物中心 对 你得先抽签 决定下一辈子的身份之后 你才能对应的 买你要的东西 但是他这个抽签 就跟你身上有多少钱 没有任何关系了 对 因为我开始想了什么呀 就是他刚到那儿 就有人蹦出来 我是大熊猫 我想这不是咱们看过这么一集吗 我怎么都知道 变成馋啊 变成馋啊 对吧 下辈子投胎 一定要变成馋啊 一定要变成馋啊 什么地下待多少 你待几年 我上来高超多少天这种 多好 对吧 一直开心的叫 成馋啊 对吧 都不是咱们之前 有过这么一集吗 对 说这个馋是 你这说想起 咱是其有极 就是讲这个轮回 对 来世不动馋 做馋特别好 做馋是 大半辈都在那个泥土里睡觉 对 特别安全 对 然后出来的时间 全在高超状态 是吧 最开心的 醒来的时候的那个 大家听到那个馋的鸣叫声 就是他说好爽 然后 这就能短暂的一生就过去了 对 当然说这么说呢 就是说这么说呢 这故事怎么感觉重复了吗 当然 所以这设定变了 这设定变成 你变成什么呀 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 靠抽签 看运气 跟我在这一世 积的德也没有关系 对 你的钱跟这个 就是积的德有关 但是呢 你变成什么 不用花钱 完全随机 完全随机 靠谣号 靠谣号了 我看他们那个 有说 听考验人品的 说下面做熊猫也特别幸福 我当时想了 我也是 我也觉得做熊猫很幸福啊 每天就是在那卖萌 对啊 大夏天的肯定有空调吹啊 不用出 还天天给你找男朋友 女朋友 是吧 你要是雄性就给你找女朋友 你要是雌性给你找男朋友 没错 你要是这个 这个老不喜 我他妈给你放片 对国家管分配对象 分配对象 还放片 给你营造情绪 他当大熊猫太好了 真的 有一个人说 自己是熊猫的时候 大家都被他鼓掌 我觉得那比世人强 然后有一个人就说 他抽中了虫子嘛 然后还挺生气的 说我这辈子积了这么多德 拿了这么多钱 我为什么当虫子啊 然后那导购我就跟他说 哎呀 您这么多钱 就是为了让您来生 过一个充实的虫生啊 对啊 虫子的人生 对你是虫子 但是你可以买啊 你可以买女生船啊 我觉得他 但是他一下就把钱 一生气给扔了 他应该是拿点钱去购物中心 其实你当虫子 对吧 去选一个那个什么虫子 生物学的不好 你当什么疯王疯后 你当疯后 以后不是挺好的吗 也不用动 对 所以这钱就是 那人就生物学的不好 一听当虫子 急眼了 他急眼了 然后咱们男主 也过去抽签去了 对男主抽出来是人 但是别人都为了特高兴 他丧不达眼了 就是无所谓 因为他没钱 他这一辈子过的 就是没钱的日子 还过这穷日子 出生在一个没有钱的家庭 对吧 然后这个 要是不好的这个情况下 可能别人上学改变命运 然后人家能磕外抱包 对吧 因为就是 要不然得管我磕外包 因为说到这的话 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就是你去购物中心 能买什么东西 直接决定你下一生 是否能 真的能过得是否幸福 比如说你可以在购物中心 直接买天赋 是吧 我什么棒球天赋 是吧 才能 是吧 才能的天赋 直接你只要有钱 你就可能在下一世 做什么明星 是吧 直接买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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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和平奖 你想不想来一个 对 还能买容貌 买一眼睛 买一鼻子 你要说什么都买不了 那得多惨 是啊 还不如做虫了 对啊 什么都买不了 那下辈子就直接随机发五官 随机捏一个新的脸 我给你 但凡随机的 绝对不会给你那最好的 我发现你特别兴奋 你说到这集 我没关系兴奋了 兴奋了吗 能感觉你嘴角都上摇 我就想下辈子当馋 如果是你抽签的话 你有没有期许吗 下辈子当馋 或者熊猫 就是不做人 不做人了 如果特别有钱 可以选选 当然一般情况下 我觉得熊猫跟馋挺好的 不是得积德吗 咱也没那么多德 你这生也修了不少德 也没造 戒色 你这生都在戒色 哪儿去你 你他都乐了 戒色吧老哥 假说 积了不少德 造了不少孽 都抵消了 千万别说积德 千万别说 吃完之后 人设给你拔本高 然后回头你给哪个女粉丝 回个消息 让人截图出来 然后我就得挂上耻辱住了 我就是一个臭流氓 大家记住了 我没有任何好人设 知道吗 在这么一个人设情况下 回头一看 家里有事照顾得无微不至 表面是个浪子 实际内心还是个好丈夫什么的 这多起来 我跟你说 大家讲的预期 你这五年过的你成长了 真的 你跟五年前都不一样了 成长了 成长了 讲讲这个吧 这大哥干嘛了 反正这大哥 烧瓶 在对烧瓶帽里头 然后遇上五百年一次的大降价 也什么都买不起 然后看见了一个小男孩 发现这小男孩 对棒球非常感兴趣 特别想下辈子打棒球 但是确实比较穷 什么也买不起 小孩也买不起 小孩一分钱都没有 为什么 五六岁 他能攒了多少钱 还真不是 是因为他跟这大哥哥也说 你但凡是出意外 或者生病死亡的 你就会有补偿 会有钱 但是因为他是自杀 在自杀 在这社会是重罪 为什么呢 这小孩生病了 就一直都在病床上 花了家里好多好多钱 然后有一天晚上 就发现自己 特别难受的时候 好像是吸氧机 没插上 中间断了 然后犹豫要不要叫护士 就想到自己的父母 因为自己生病了 倾家荡产了 家庭也不富裕 然后天天吵架 然后就想着说 希望能够让父母以后 别再吵架了 过一些好日子 就没摁那护士铃 就这么去世了 反正小孩也挺惨的 算自我了断吧 这样就没钱了 没钱 一分钱不给 但是好在下辈子 又抽上做人了 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如是熊猫 记住了抽中熊猫 你一分钱没有 你都有空调吹 你抽中熊人 能吹空调的几率不是很高 万一对吧 非洲兄弟们 还等着咱们去给他们 捡空调呢 但是这个故事 还是集中在咱这男主 对 就他的最大心愿 是想换一双眼睛 他觉得他这前生 就毁在眼睛上了 就是他觉得 我人这么好 到哪人都说 我眼神太灵力了 到哪都过得不好 今天从最基本的大工 在日本特别无聊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会有那么多人玩的 那样什么 担子房里 其实那是一个赌博机 在担子房里边 给人端担子 就是好多小银蛋似的 钢珠 小钢珠 他负责给人端钢珠的 结果那客人输了 看他就急了 就你瞪他 你干嘛瞪我 我没瞪您啊 叫你主管来 你有没有经理 然后这个给他 学的无像 我学自己都学的不像了 给人鞠躬认错 就是因为容易 后来给人送外卖 送外卖也是 到那地儿送外卖 然后人就看他 就人问他 你怎么晚了 就说对不起堵车了 你敢瞪我呀 我投诉你 我给你打差评 知道吗 我让你这一单钱没有 那么坏呀 我说你前日修笔文 可能就是这态度 要不然换了好几个 一分钱没有 反正男主人都特沮丧 然后但是送外卖 人家在医院里 然后本来想自己偷摸的 在路边抽根烟 结果突然来了 一漂亮小姑娘 跟她说你抽烟 那我举报你 什么社会 我先问一下 这小姑娘演员叫什么 她怎么长那么好看呢 哦 岛旗摇箱 是那个AKB48的 他特别好看 你不会从此就迷上这个了 没有 说实话 不是我喜欢 就是它是属于那种 比较可爱好看的那种 对 但是我也觉得 它已经很好看了 真的真的很好看 少有 对 它开拓了一个 言习少女 是 它不是我常规 所谓的喜欢那个类型 当然我盯上也觉得 它很好看 我其实我都没有类型 都喜欢 他本来就找一小姑娘 跳舞视频 对 你发现吗 她的眉毛 就是那个八字眉 对啊 就是她开拓了 一个困惑眼 就是往瞎撇撇 对 就是总觉得特别忧郁 然后就演这种 忧郁少女 还挺适合的 反正小姑娘呢 也在医院里 为什么呢 就也是因为 长期生病 情绪不是很高 然后但是 主动呢 还跟这个男主人公聊天 就觉得跟他同病相连 因为看男主人公的眼神 就是特别愤愤 然后特别愤 就觉得跟自己以前的 有点像男的 是有点像男的 我在可爱戏里边 也找到了像男的的颜值 对 这是你喜欢的类型 你定下一针来看 就是有点像男的 只是动作比较可爱 是吧 对 有原因的 你觉得他对了 对了 就说这女孩 这女孩跟男孩说 就是聊天嘛 就没真举报 就是开玩笑 然后后来 男孩突然发现 这女孩不怕他的眼神 那女孩说 我觉得你眼睛很好看 就是跟你同命相连 因为女孩说 其实我的眼神 也经常被人说 看着那么丧 他倒不是瞪人 是特丧 对 他特丧 他说我丧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从小就住院 然后住了院出院 出了院住院 就没什么正经生活 都在医院里过 你说能不散吗 就是忧郁 就是有一种忧郁的眼神 为什么总是我这么不幸 对 然后就觉得跟男主 有一些共鸣 然后两个人呢 男主呢 就在上班的间隙 老找着小姑娘玩 推着他坐着轮椅 到处乱跑 两个人呢 逐渐加深了感情 对 只有这女孩 不嫌弃她的眼神 对 有一天呢 这男生呢 就买了一束花 想来医院 看望这个女生 结果就在门口啊 听见他妈妈跟他讲 咱们家太穷了 实在是没有钱 给你做手术了 然后小姑娘 也特别通行达理 说我活了这么长时间 我已经知足了 就是为了咱们家以后 那咱就不治了 男生听完了以后 就非常诧异 对 然后非常震惊 晚上在回家的路上呢 就想怎么办法 有什么办法 能救这个小姑娘 走在路上就看见了一个 走在路上就看见了一个 一个中年妇女 对 一个中年妇女 在跟别人打电话 就说 我拿到钱了 我现在有五百万 中年妇女看着穿的 还挺有样 不是大娘那种 贵妇似的看着问 上班族吧 正常上班族 我现在手上拿着钱了 五百万 咱们一家三口终于能去法国了 男主人一想呢 哎呀 我这个小姑娘的人生 和这一家三口的出国游相比 那肯定是拯救人生更重要啊 一下给人抢了 把人推倒在地 拎着包就跑 跑完了以后呢 然后就 我也不知道中途是怎么操作的 反正把这钱赶紧就捐给医院了 就说是给这姑娘做手术 但是捐完了 给医院打电话了 捐完了就被警察追捕 在逃跑的路上 从那个天桥上应该就摔下来了 下楼梯的时候就摔死了 真脆弱 所以才来到了这个购物中心 确实他临死之前 他等于是抢人钱了 还抢人那么大一笔钱 所以他等于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就剩六文钱 对 以前接近点得全都没了 但是他在这个购物的时候 遇见这女孩了 对啊 就是讲完这故事 女孩就在旁边出现了 傻瓜 你怎么这么做 不肯我说 就是倒霉啊 就倒霉在这姑娘做完手术 没成功 手术失败了 结果这俩人又在这购物中心会合了 还多逛商场 不幸中东万幸 哪万幸了 这俩人又遇见了 不幸就挺不幸的 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但是挺浪漫吧 至少听着 对挺浪漫的 然后小姑娘还说 因为我努力生活过 我这上辈子 然后所以他们给了我好多钱 我拿所有的钱 我都买了一个御守 我买了一个桃花运的御守 我给了你 就给那个男生了 你是不是被骗了 应该还干这种事 他等于就是买了一个 护身符 护身符 还想跟那个男孩在一起 但当时这一幕出现的时候 感觉男孩好像没有特别高兴似的 是啊 他觉得自己也死了 他觉得他一命换一命 结果没换来 他喜欢这女孩 你们俩 就是携手走下一声 不挺好吗 挺高兴了 都哭了呢 感觉他不高兴 我觉得开始有点着急 你怎么也来了 这不是白抢了吗 一开始是觉得浪费了吗 这不是浪费了 我这一辈子就干这么件大事 你还跟着我来了 下一辈子 下一辈子再过 是他后来感动哭了 就是说我这么讨厌我自己的眼睛 没想到我爱的人 是喜欢我的眼睛的 所以感动哭了 然后这两个人呢 再加上之前捡着那小男孩 三人就开始吃冰激凌聊天 就说那下辈子咱一块就好好活呗 就各自努力 然后那边就准备开船了 那购物中心就要投胎去了 要投胎去了 对就准备渡船了 然后突然那小男孩一站起来 就那小孩啊五六岁那个 他掉了一照片 然后男主人跟我撿下来一看 坏了 这照片里头那个女的 就是自己抢了的那女的 那大姐 然后就问她说 你是去哪看病啊 那小孩说法国 结果连上了 人家不是去法国玩 不是去法国玩 人家去法国救命去 那大姐可能也是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攒够了钱 三个人一家三口才去治病 对因为那大姐打电话 说我们终于可以去法国了 没说干嘛 结果她这个男主就特生气 说比起我女友的 这绝症需要的钱 你们还去法国玩 对对 我打死你们 你又感觉到什么了吧 你又感觉到像是谁了 像是谁啊 没有具体人吧 不都那样吗 你看他说 你也不知道人干嘛去了 对吧 反正就说人凭什么有钱出国玩 然后就给打抓抓他 是 这男主心想 这蝴蝶效应啊 这闹了半天 等于说是我 相当于我杀了这小孩啊 因为他没钱治病 对 所以死了吗 不行 我这个必须得赎罪 我不能跟你们走了 然后这俩人在传 传 传 这俩人在传头 等了半天 然后这男主人公也没来 然后后来这导购呢 就给他送来一托牌 这里头一个是那棒球 这小男孩特别想要的那个棒球 棒楼天赋 老值钱的棒球 80万 80万日元 80万文钱 就那个木桥 不是日元 80万桥 然后另一个呢 是一双绿色的眼睛 是这个男主曾经试戴过的 一双非常美丽的绿色的大脸 大眼睛 到阴间可以把眼睛抠出来 然后戴上 然后我也不知道哪美 不是他非要干嘛 非要换这个眼珠子呀 他就他老觉得眼珠子 耽误他嘛 他老觉得自己没有一双 明媚的人生的第二扇窗 他 但是他不觉得这个 黄皮肤黑头发 配上这绿眼睛 真跟妖怪似的嘛 我问你就是 他哪来的钱 对 就后来说 我们钱哪来的 哪来的 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 大哥抽签抽着了一只虫子 但是还特别有钱 这男主跟大哥换了 下辈子我来过这个虫生 你把这80万给我 我买了这两个东西 给我上辈子欠了的这个两个人 这个 这就是总结出一条经验 要不抽签抽的好 要不就收了有钱 反正你肯定 这两个人得有一个 还有个结尾 这还有个结尾 结尾其实是能够硬上 开头的那个扣 开头没讲 其实开头是有一个小帽子的 就是一个虫子的视角 飞进了一家 一户家庭 这户家庭 情侣俩人吧 然后男的像疯了一样 然后在屋里边看棒球比赛 然后欢呼 这个欢呼这种 阿根廷夺冠了 没戏夺冠了 就是棒球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那些都是什么术语 然后那个女的就是在那块做饭 就突然有一只虫子飞进来 然后这个男的要打这只虫子 然后这个是开头的帽子 其实到结尾就是接着这帽子就合上了 其实这虫子就是这个男主 等于是转世 然后他来看他上一辈子 就是欠的这几个人过得怎么样 然后作为虫子都这么复杂 有有有 结缘了上辈子 因为那女的那个结缘在呢 那真是这这孽缘啊 这这女的跟虫子过呀 没跟虫子过 人家现在有男朋友 然后男朋友拿那棒子要打那虫子的时候 突然那女孩说停 你别打那虫子 这日本人不也爱玩虫吗 他应该跟咱们这弄一锅锅罐 把虫子搁那罐子 然后别裤衩 然后过冬是不是 裤衩人家嘎的窝呢 什么别裤衩了 小姑娘 小姑娘你可以加咖喳窝呢 对呀 那个过冬的那虫子都得那么过 都是加咖喳窝 其实也我觉得也挺好 但是他变成虫子有点 一虫子还能活多少天 再转世是吗 还能再续上 那他不知道有没有还记不记着这个 结缘 他们其实没记得 但他有感觉吧 有感觉 就是说这只虫子你别打 你说会不会有时候 你这个人这一生 是不是也会遭遇到 可能上一世的这些什么准 说不好啊 我就是会 我觉得我肯定是 上辈子谁给我换 积德换来的 换来什么了 什么意思 谁换来我都没听懂 什么意思 就是肯定上辈子 我自己积德了 换来现在的这个环境 生活 或者谁帮我换的 长这么漂亮 感恩感恩 非常满足 长得漂亮 非常满足 这个生活美满 这个家里有钱 你呢 我 我肯定也换点了 因为那个结尾时候 那棒球就是那个 他们不是在看棒球比赛吗 对 就明显那个棒球比赛的那个明星 就是那个小男孩的转世 他确实获得了棒球天赋 然后他还跟人说 就是感谢老天给的这个天赋吗 我觉得确实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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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漏了天机了 说漏了天机 我可能就是这个 因为他们一进商场 有一个排的人最多的大队 就500年 还是打 500年打一次折的那个队 是桃花队吧 对 就是一群老牛腻的男人们 在那块排队拥挤 我要来 我要来 桃花队 我觉得这个故事跟他之前 好像的那个 那个不动产 那个很像 但是他又换了一个角度 就是变了些设定 就有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我最后他那个镜头 转到那个 最后那女孩说 虫子不要打 今天就放他一条生物 是吧 他放出去 然后你看那个虫子自己 那虫子的视角飞出 自己飞走了 我觉得还挺浪漫的 这俩故事 反正我看完以后就觉得 反正干了什么坏事呢 就是现场就得道歉 误会了什么呢 就是现场你就得说 误会 我觉得这你说 误会这事真是 就是好多时候 都是信息不明确 大家就开始下结论 对吧 你就这个第二个故事里边 人家说我去法国 咱全家可以去法国了 我通过这句话判断了 这就是一个为富不仁的 这个坏女人 我要抢她的钱 我要劫富几贫 我是大虾 对吧 其实就是因为 你的信息不透明 对吧 而且就是人家 再怎么说 那是人家的钱 再说人家就算去法国 旅游怎么了 你就该抢人家吗 对不对 对不对 难道就因为 你女朋友要治病 没有钱 人家有钱 你就必须得弄人家 对啊 结果你看 你到阴间 你就六块钱 对吧 这个 这六块钱 一号要成人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惩罚 这比电虫的惨吧 对吧 另外那故事也是 这个女医生 她就是担心自己 会不会口碑被人说不好 一个小的担心 然后就会去 因为她已经知道 这可能是关系到自杀 关系到两条人命 但她会去隐瞒 其实这是她的一个错误 就是这种错误 就会导致更不好的结局 对生命 还是真的 生命还是最重要的 还是应该更关注到生命 生命上面 生命是如此悔煌 有错就说 有错就说 没什么大不了 别拘着面 对有问题就问 别拘测 多说一句 你就天天拘着面 给你立成一个好人设 对吧 就把立成好人设 早晚被打倒了 这个故事 其实挺值得回味的 是吧 挺值得回味的 其实它在某种程度来说 也是让观众有一些 看淡生死的感觉 对 是吧 这一生要精彩的活 不要自杀 是吧 要努力的活 对 我觉得那个说得特对 你可能你在死后 是吧 你前生做的这些 你努力的这些修行 其实是有回报的 对 我觉得那女孩说的那个话 就是这个设定挺有意思 她不是观看你积了多少得 捐了多少钱 然后照顾了多少人 她努力的生活 其实就已经可以得到 很大的回报了 其实我真觉得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就是别放弃 努力的生活 趴在地上也匍匐前进 这个就是 你就是能有 死了之后有好多钱 这算鸡汤吗 又死到已经死了 我突然发现 这个这集鸡汤味还挺萌的 听着有点 听着有点封建迷信了 咱不封建迷信 就是努力的活着 是对的 没事 灌两口鸡汤 灌两口 其实第三个故事 有点磨叽 而且是一个 可能之前很多作品都有了 第三个故事 如果你喜欢诺兰的电影 喜欢信条的话 可以自己看看 各种的那种重放 重放 或者你要是喜欢 那个什么西游记后传也可以 各种回放 回放 不停人都是抖着的 左三角 右三角 我还没处理 你就倒下了 其实特别开心 有这个姑娘来了 我觉得这期 这个故事 大家可以去看看 挺有意思 然后说第四集 我说了第四个 我还真挺喜欢的 第四集是你最喜欢的 其实第四集 上海就是 讲的是一个日本将棋 跟他棋手的事 因为怪 因为这太怪了 我就喜欢 这个也是有反转的 对最后有一个 最后那一点点 最后那个反转 其实挺幽默的 我觉得那反转挺幽默 我先介绍一下 其实它就是一个下棋 一个下棋 这个日本发明了 一个阿尔法不惑 叫不惑 其实是有寓意的 40岁了 因为我今年40岁 不惑之年 快41了都 再过几个月 41了 也确实生活中 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 中间人 对吧 其实今天 家里边也出了点事 有人生病什么的 其实也会觉得生活 就是会被 它叫 它这个里边意思 就是叫将军 就是把你逼到死角 把你逼到死角 这个人呢 就是一个面对 这个不惑 这台大型的AI机器 但这个AI机器 是不光是 这个能计算 它这个机器呢 就是一个 跟太空漫游 这个跟太空漫游 里边那大黑石似的 就是一黑色的一个柱体上面 写着两个字不惑 然后有两个机械臂伸出来了 两个机械臂伸出来了 一个下棋 一个山扇了 特别窃 这个 它可能 对吧 这个有热量 这个算起来了 有热量 这看你的三上祖好不好 它这个外置的只扇三弱 能一扇 快吃快吃 扇 特别讨厌 声特别大 然后另外一个 它就是有一个机械臂去走棋 不是人去走棋 是机械臂走棋 所以这屋里只有这位 将棋大师 他这个不是一个普通人 是将棋的这个大师了 就是七段吧 还是什么 很高级别的一个大师 这个将棋大师 和这个AI进行这个对决 然后呢 我先大概介绍一下 这个将棋是怎么回事 这个将棋特别有意思 那个 一介绍这个 大家可能就得说说 这个金花什么都懂 实在是不懂 刚刚百度 就是百度上边 写的明明白白 大家有兴趣要玩 就去百度 但是我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它特别有意思 一个特色是什么呢 也是类似于马走日 车走大横道这种 这个兵就往前拱 但是它比较有意思什么 这棋子啊 不分颜色 不分颜色 怎么判断是属于哪拨的呢 这棋子是都做成这个 前头有一小箭头 它这不是圆的 不是方的 是一个这个 是一个箭头状的 这么一个棋子 五边形 对 但是另外几个边 就是它有一个是明显 是一个能有一个 指向性的箭头 这箭头朝着 朝着谁 就是攻击谁 所以就是 为什么它没有 不分颜色呢 就是特别逗 这个 这棋子是可以 你啥点 因为将棋这个玩法特别有意思 就是你把人子吃了 咱普通可以理解 跟中国象棋 或者跟中国象棋似的 就是走子 吃子 有一些规则 比如马走日 什么 它里边也马走日 马走天 想走日 马走 马走日 马走日 车走横竖 它里边也是小猪往前拱 然后也是这么走 但是它特奇妙 吃了之后这子 搁一边 你随时能把你吃的对方的子 拿上场来 你能把对方吃的子 重新拿上来 这是我的俘虏 就这个画面你吃了 糊子土旁边 一会儿 别人想吃的话 你可以把糊子拿过来 让它吃 可以这么理解吧 就是这籽 这叫俘虏 就是它是模拟打仗 是俘虏 这俘虏被我驯化了 我能直接搁在棋盘的 任何一个位置 这是它的第一个特色 第二个特色 第二个特色 必须得讲 因为跟这里有关系 第二个特色是什么 它实际上是跟国际象棋 因为有象棋的源头研究 它和国际象棋 是同一个源头 它跟咱们的中国象棋 没什么关系 其实也有关联 也有关联 但是中国象棋的源头的说法 跟其他的不一样 大家可以去搜索 我就不在这展开了 但因为你会发现 都是马走日 都是马走日 然后它跟国际象棋更像 它跟国际象棋更像 但是摆起来更像中国象棋 摆起来更像中国象棋 但是走起来更像国际象棋 国际象棋有一特点 比如小祖子走到底边了 它能变王后 你可以变任何一个走 它也是 它这是走到一定程度 这个子就能变 小祖子构合顶大鞠 它就真能变鞠 真能变 它变了之后 怎么样 它这个棋是两面的 它能把它给翻个 翻过个来 是什么 就是规定好的 比如足翻过来 它就变成了一个 叫什么金 反正就是换了一种走法 你想不想翻个是随你 但是翻个是有一个条件的 比如你走到什么程度 你就可以让它升级 叫小兵升级 然后所有棋子 大部分棋子 除了金将跟王不能升级 大部分棋子是可以升级的 所以这里边就是升级上边出的事 怎么回事呢 它就开始对阵 两边下 然后外边有解说 有一个一看就是一个过气的老棋手 和一个年轻的一个小姑娘 然后进行这种大的这种挂着的这种棋盘 上边开始推演 直播 直播也得平时讲 它这部应该再往这走一下的时候 我觉得就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杀招 就是在这评价这个事 然后机器下了一步 就是一个小足往前拱到了 可以升级的位置 这机器就让它升级了 升级呢 那个步兵升级过来 好像是类似于叫什么金 反正是个日文 但是它翻过来不是 这个棋都是刻好的 兵后头肯定应该刻的是这个字 当然这个机器翻过来刻的不是这个字 刻了个数字 就是这个武术的数 这个数字 挺纳闷了 说这不是我们下的日本将棋 这是个什么字 这字什么意思 这时候不应该是申请展庭比赛吧 对这是问外头了 但是机器不管它 机器开始读秒 你还有一分钟 我开始读秒 30秒 40秒 他就紧张了就问 就是这字到底怎么走 这是不是新出了规则 我不知道 什么字啊这是 他应该怀疑 他是不是现在在一种综艺里面 日本不是他用综艺吗 这是个综艺 问外头 外头也不理解 外头解说特正常 就是想看他的笑话 对 这叫什么成据 说你看 他成据了 这个机器 这个不惑现在已经走出了一个子 变成了树 你们看看 就外边显得还是正常的 也不是 也是变成树了 大家就 外边就觉得这跟没事一样 给大家直播还这么直播 他是不是整骨 他就很紧张 我操这字怎么走 他真 他这惑了 他一下就惑了 全是迷惑 满脑子迷惑 所以我的感受特别深 迷惑的时候怎么办 你就干掉他吧 你就不要留着 留这种迷惑在你的生活里 你就是说特别有激情 我每天都有激情 不是你就到今天这块激情 拿籽把这个给吃了 吃了就结束了 吃了之后 这籽就搁我这边 就给我们俘虏了 然后我不让他上场 不就完了吗 然后这样的剩下的 都是在我可控制的范围内了 都是我会下的棋了 对吧 就接着下 然后这接着下下 人家又把一个棋子 就这机器又把一个棋子 下到了他的底边 啪 家伙一翻过来 又升级了 升成了明美 这个根本就没这个子 就一听这就是个人名 就是根本就是在将棋里 是没有叫明美这个子的 这是一个姑娘名字 翻过来是明美 然后他都傻了 我操明美 然后这个时候 场外就开始解说了 看看这个读获多厉害 瞎出了明美 这个时候说 那这个老师明美是什么意思 就不是两个人解说吗 这问那个老专家 老专家突然拿出一个八卦报纸来 明美呢 就是咱们这位棋手 我说两年前他有一个婚外情 他有一个出轨 这是当年他的绯闻女友的名字 而且还拍了照片了 这那个 这个 你看看这AI多厉害 这种精神攻击 这里边这个大哥 里边这个将棋 将棋大哥也肯定知道了 这明美 就是指的是我之前的那个情人 但他还是得硬着头皮下 硬着头皮下 当然这时候突然明白了 机器在用精神攻击我 他这个他确实已经心思就乱了 就开始回忆 就是确实当年犯了错了 然后这个 现在还跟妻子在闹离婚 然后他妻子都都突然出现 他脑海当中跟他说 说的我不能再忍受你了 这个那个的 我就突然一下觉得 人生有那么多的祸与不祸 这个明美也吃了吧 拿个字吧 明美也吃了 不祸嘛 不祸就是让所有的祸都不存在就可以了 对吧 把他吃掉 把他给吃了 这时候发现了 这个机器就是靠这个攻击他 机器啪又走了 就他们后来又下了几步 下了都特别 咱我也看不出精彩了 就是那镜头感觉很精彩 啪啪啪啪几步走的 感觉是这个特厉害 然后这外边还解释了 哎呦 你看这个咱们这位大师 这个人类大师 走出了这个人类大师 人类这个将棋大师 走到这步棋 把他的王 他们就是类似于 就是也把王给藏到一个小角落里 你看他让王出来了 这个我们再讲起了一个专业的术语 叫巴内库 什么叫巴内库 就等于人被 就是就等于就等于巴内库 就是你看到你的那个核心要害了 就是可以打击你了 大概这个意思 我猜测 所以说这我们有一个术语叫巴内库 他的王已经露出来了 然后说 然后那旁边女的说 他是不是就代表着 他和明美这件事 已经是巴内库 就是巴到了这个 特别奇怪 就是巴到了坐实了 他们已经到了巴内库这个层次了 真的我这集 我看到这的时候 我都已经看不懂了 对 其实他就是用一些将棋的手带 你看得津津有味 你再有一年你也懂 再有一年你也该不货了 你再几个月你就不货了 然后接着下 就下得很精彩 说就是硬着头皮 我要下下去 40岁了 不能让生活把我僵死 就我跟你拼了 这个时候开始机器更下 更狠的了 啪一字翻过来 又升级了 是一个特别有意思 那个棋原来叫贵马 它能升级成叫成贵 它的走法就是 类似于咱们的马走日 好像是 他爬这个贵马 其实就是马的意思 翻过来一看 是个英文 但是它是日文 是用那个 因为日文写 日文写英文发音 是片甲名 是一个特殊能看出来的 一种笔体 一看 是一个英文 写的是半人马 就是他本来这个贵马 应该升级成成贵 但贵马在机器手里 升级成了半人马 这也是他一个死穴 对啊 说这半人马什么意思 他突然脑海中回忆起来了 我小的时候吧 有一次这个年级的晚会 我演一匹马 我觉得就够久的了 他快就差演石头了 人家可能演王子 得骑他是吧 他演一匹马 结果即使这样 他还出丑了 他那马脑袋掉了 这怎么马演成半人马 直接他上半身露出来了 他上半身钻的是马头 这也挺好的 我觉得 特奇幻 如果下边坐着什么魔戒粉丝的话 会特别兴奋吧 我呢 估计他小时候 日本还不流行魔戒呢 日本那帮小姑娘 可能都等着看白马王子呢 一看出来半人马 哈哈乐 半人马 关键是 他就是特别喜欢的一个女孩 也坐在下边在笑话 他小学的那种 最早的那种 萌动 萌动的时候 那种喜欢的女生 最早笑话他是半人马 哎呀 他心里边就 一个大劫 这个所以从那之后 他特别忌讳半人马出现 就这个名词出现 特别忌讳 可能类似于 类似于玩英雄无敌 都不选精灵族这种 然后这个 外边还解说呢 说哎 半人马出现了 这个极其用不用的精神攻击 我们都知道 其实他很忌讳半人马 半人马是他出糗的一次经历 所以这个 从这开始 其实从之前那几段情节开始 这个故事已经往那个荒诞的 那个方向去走 特别像以前有一段 这个这个奇妙物语 就是没逻辑 就是荒诞 然后外边说说 他是不是现在已经 他现在又成了半人马 成为了人们的笑点 让这个世人看到他有多可笑 其实就是他现在40岁的一种状态 然后他这个就是继续搏斗 然后把这个都开始扒门了 说让我出现 说这根本就不是将棋比赛 这他们是对我的精神打击什么的 然后结果出不去 不让他出去 机器继续读苗 生活不会等待你 生活也不会给你留出口 你就跟他拼吧 然后就继续跟他下 然后这个 半人马这个 让他给挡过去了 最后这机器又下出一手棋来 也是一个什么棋 我忘了 翻过来是什么5月3号 翻过来是5月3日 然后这外边就开始解释了 5月3日呢 这个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 这个中间 小黄金周的中间这天 我不知道日本为什么也过这个节 他们是过这个节的 国际劳动节 他们说我们也过这个节 就这个节是个黄金周 就是歇五天 中间这天5月3号 这个黄金周 那个女孩问 这黄金周又代表什么意思 他说这也不知道了 然后这里边这个四十不获 这个将棋大叔呢 就是他想到了 因为这是他妈妈离开他的那一天 他妈妈离开他呢 并不是什么去世 而是跟别的男的跑了 这老哥其实生活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的 说就是那一年的5月3号 我还是小时候 我的妈妈跟别人跑了 再也没回我家 然后这个时候 我觉得就是又等于回到他童年最痛的一些 童年的阴影上边了 然后一看桌边的那些将棋 他吃的那些俘虏子都变成了塑料的 他回想起来了 小时候家里太穷了 小时候家里太穷了 说我学将棋的时候 都是塑料片的 人家都是那个可能是木头的 就是很高级的 人家拿起来啪 一摆都那样 他那哥那啵啵啵啵啵 还晃悠 塑料的嘛 然后这个他说想起来 我的母亲就是当年看到 我用这种塑料棋 特别可怜 我被周围的所有学将棋的朋友 都小朋友都嘲笑 去少年宫里 别人都笑话我 是穷孩子 然后母亲说花了大价钱 买的这套 就是叫什么 专业棋手的棋 专业棋手的棋 你拿着怎么摆什么的 都啪那声都特好听 他妈对的也挺好 其实他妈对的挺好 但他妈后来还是追求爱情 他妈不是追求爱情 那么好像供不起他了 我想怎么样 就是说他突然觉得 就是这是他跟母亲的一个联系 他想到了自己一直下棋 其实就是因为母亲走了 他希望他成为大师之后 他能上电视 他能让母亲看到他 他还能够让母亲看到他 其实这还挺感人的 然后他这个时候 突然就回想起了 母亲小时候跟他说的一些话 因为他小时候特别穷 他妈妈就跟他说 说的这个 就是我们被称为仓树 就是这个仓天的仓 草子头那仓树 就是那个武树的树 我们被称为仓树 说这是 这是一种药材 它是被什么 它那意思是说 要把这个药材给扒光了 才能使用 所以它代表着什么都没有 用它在日语里边 会去梨语里边 形容的就是穷光弹 说但是呢 仓树这种植物 它是一种植物吗 中药吗 它会生命力非常顽强 它遍地都能开花 说我们穷人 其实就有穷人的志向 我们有这个 我们的顽强 我们不能够让生活给压垮 对 所以儿子 你好好活 妈先走了 对 对 所以妈走了 你要顽强 妈也去顽强一把 留下了一套方法论 你看妈现在顽强的 找到了新生活 你也可以 当然这个 就是他 他一下想到了 这妈妈教我的仓树 这就是仓树 就是我们穷人 有穷人的活法 所以就看到了 那对俘虏这棋里边 不是有当 就刚最 最第一个变得不正常的 变成个树字吗 说这就是仓树 我要用这个子杀回来 我要重新回到 我这个顽强的 这种穷人的生命力里 他又把那个棋子 不是说这俘虏棋 是可以割回来的吗 他把那个棋子 又重新割回到了棋盘上 但是他刚割回来的时候 按规则是必须得是 他正面的那个棋子 不能是升级后的 所以正面还是一个步兵 割上去是个步兵 在下第二步的时候 步兵就变成了这个树 就变成了一个树字 也不知道这树到底 到底怎么走 就这个时候 这个AI就傻了 因为AI也不知道 这个树该怎么走 所以当他看到 有人用树进攻他的时候 这个AI就冒烟了 就割身扇子了 也祸了 也祸了 不祸就祸了 你知道吗 对吧 后来我明白了 你要想让自己不祸 你就把那个祸 你就让别人祸 你就把这祸都给别人 让他妈别人祸去 你自己就不祸了 这机器就冒了烟了 他就这个 但是这机器冒烟之后 就干了 据说当年下滚象棋的时候 有一个机器就特讨厌 他下不赢对手 给对手垫死 这个机器就也犯了这毛病 啪 家伙就倒下来了 把这大哥给扒了 没砸死 没砸死 但是呢就是晕倒了 再醒了之后 就是十年后了 其实他自己描述 说其实当时那场棋 他已经不知道 是不是上了就被砸晕了 然后都是在 弥留之际里去下的 是一个死前的跑马灯 他们不是日本 就都说死前会跑 把你生跑一遍吗 是我死前的跑马灯 他是真的下了这场棋 然后这个机器最后 把我砸了 说不好 但是我终于明白了 人生的一些这个真谛 我不惑了 我现在这个不再下棋了 开饭馆去了 对我开了一个饭馆 那很奇怪 那你这么一个棋手 怎么去自己去开饭馆 而且自己做厨师 玩呗 就是他肯定也有些钱了 因为日本就是 就是棋手肯定会有一些钱 但是你棋手实际是明星 其实日本的 你比如说 柯南里边那个下棋特好的 那个人 都是大明星 电视台天天找采访 他们去比赛时候 必须穿特别正式的和服 然后胸口就快挂个什么 莫名其妙的大花什么的 那不是是有奖金 是啊 就是有钱 所以他可以去开饭馆 他就是不想再下棋了 就不想再下棋 人生自由 财富自由 办自由吧 我觉得办自由 这不想当明星了 因为当明星没办法 不想活在聚光灯下 对 你出名老有那个女粉丝过来 对 这个女明星过来 对吧 这干脆就是回归家庭了 他就说那我就回归家 他这么说的特别有意思 就在这 就回归家庭了 全边想都是自己 回归家庭了 看旁边老板娘 就是他媳妇嘛 说我跟妻子也纯归于好 然后在这块做一个大炒饼 大煎饼 大煎饼吃 大煎饼 其实让人觉得 卧槽就觉得这个故事很完整 就是这个中年男人 是吧 走过了自己最困惑的那个 没错 然后这个坎 用那种带着那种爱的眼光 看着他自己的这个 我那会已经都关了 就是关键在这看着自己的饭馆 看着自己饭馆的那些 跑堂的小服务员们 在辛勤的劳动 在辛勤的劳动 这时候把他大板烧翻过来 是个布字 这就是那个下棋里边布兵的布 就是这个将棋里边的布字 然后这他妻子看了 还微微一笑 说是不是你看还有 还有下棋的心 因为你连大板烧都翻出一个布字来 这个时候他用他慈爱的目光 看这个小跑堂的姑娘跑过来了 身胸口别个胸袍 小布 这媳妇还问他呢 怎么回事啊 说句话尴尬 改不了改不了 到了一定岁数啊 就是互相负责就行了 对吧 真的到一定岁数 还都有了互相负责 在微博上给某美女点个赞 也不是什么大事 人家媳妇都没着急呢 给美友们急的呀 还真前两天那个有一个咱们亲手说 说有一个微博五百万的一个时尚博主 关注你 我都回过 我会经常打 不知道是谁 我经常打开微博会看 他现在后来有一个功能 叫关注你的大V 我都给点回去 我都给点回去 点回去是什么意思 我也回关 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投入情况 就是现在有一拨人是什么呀 他关注上万人 他就是发现了 你关注他 他会回关你 然后他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 他都给你关注了 然后你再回关他 所以你得看那个人关注了多人 你一会晚上看看是谁 问问他 别人说了 我说是吗 特别有名 是吗 我晚上看看 反正这个真的 这个故事特别的荒诞 就完全不合理 有意思 但是又特别有意思 我们聊的 我觉得算过度解读 有吗 我觉得就是有些过度解读 什么惑与不惑的 我觉得有些过度解读 但也确实真的是 他们有这什么 三十二历四十五十之天命 有 他们信伦语 他们信伦语 对吧 咱们上回 老板见心讲 就任陆九渊 陆九渊叫 那个上次网说 陆九渊号向山翁 他们确实 他们对这个 对这个命理学 也挺那什么的 对啊 他们不是特别 学王阳明吗 对吧 新学 一生怎么规划 怎么走 对对对 所以这个 四十岁看 他这确实是 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 他的生活里边 就走出来的这个故事 我觉得结尾 其实挺好玩的 就是别那么叫 是喜带风 对 我觉得那个 就结尾时候的那个表情 媳妇其实都见怪不怪了 那三个人在饭桌上 都表情都非常诡异 因为你想他之前 他跟那个明美出柜的时候 我都拍着他俩从酒店出来 都跟车上遮纳的了 对吧 这个现在就是一小跑堂的 无所谓了 挺荒诞的 对挺挺 没准人 他就他经营这家店的特色 就是他这大板烧的这个 背面是个布 你愿意联系 有可能是什么桂马 什么香 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字 对对对 这种人的特色 对 你也不知道人家跟那小铺 到底怎么回事 对吧 都是巧合 别太操心 是 他现在这个市集是每年 秋季篇跟春季篇 是吧 对 发两部 还是两部 但是这期是夏季篇 其实 这期是夏季篇 对 但是现在不是夏天吗 怎么记得以前是春季篇 以前是春秋 春秋 他得就来回起名 无所谓 还有雨季篇 这那 对 然后他今年这一部结尾 还预告了秋季篇 应该播过了吧 不 应该拍完了 应该拍完了 因为已经有预告了 对对对 其实上一季挺好看的 上一季 咱去年做过吗 没做 没做 没听着 还讲吗 下一期再讲吧 还能再录一期呢 去年有几个部 咱们回头可以看一看 行行 再再做 过一段再讲 对吧 泱泱做过了 泱泱讲过了 但是没关系 我可以再讲 对再讲一遍 就下回那就下回我不叫你来了 行 你有没有想到就是这个看世纪这么多年 哪个部是自己最喜欢的 好 好 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 但我真想不想来叫什么 你说就行了 就说故事就行了 故事里的核心 关键是把故事忘了 但是特别喜欢那集 核心就是有一个老头 然后他穿越回自己跟妻子年轻的时候见面之前的那段故事 然后陪着这个妻子又过了一生 特别感人 我操咱没做过这集 我也印象不上 我问他就是想 想他有奶精能值得做 没有没有留着留着 下回让他来就讲这个 下回咱们讲那个 那个上一集的时候也叫他来 当然他讲这个 他这集咱们应该没做过 我有印象 但做没做过 没做过是吗 你比我们都了解我们节目里边做了 我毕竟只听 只看过 你们讲过的故事 那没做过 很老累 但我很看过 我很看过 可以 OK 那如果喜欢这部剧的朋友 可以上网找资源 看完之后 24小时得删除 最后感谢咱们的字幕组的同学 帮我们做好的汉字字幕 对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